ESP32是市場上非常實用且受歡迎的開發版 不僅功能強大,價格也相當親民 傳統上,開發者都使用Arduino IDE來編寫ESP32的程式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ESP32也支援使用Python來進行開發喔! 今天,我們將帶你一步步學會如何在ESP32開發版上使用Python 注意!本系列教學影片都是以ESP32s為主 並不是ESP32 Roon喔! Phony是一款專門為Python所打造的整合開發環境 支援Windows、Mac和Linus 甚至是樹莓派作業系統內建的開發工具 首先打開Phony官方網站 在右上角點擊與你電腦作業系統相對應的下載選項 因為我的電腦是64位元 所以下載X64的版本 打開下載資料夾 點選Phony的安裝包進行安裝 依序點擊下一步 選擇我同意條款 並勾選在桌面建立捷徑 並勾選在桌面建立捷徑 完成安裝 接著要確認ESP32s是否有成功跟電腦連接 搜尋裝置管理員 將USB轉Microbit的線接上ESP32s的接口 成功連接後 可以在裝置管理員的連接埠 選項中看到ESP32s的裝置 如果沒有連接成功 可能是下列兩種狀況 狀況一 缺少驅動程式 如果你的電腦沒有CP2102 轉UART的驅動程式 可以前往CP210X官方網站 下載試用版本 根據你的作業系統 下載相對應的驅動程式 我的電腦是Windows 所以要下載CP210X Windows Drivers 將壓縮檔點壓縮後 安裝與作業系統相對應的CP2102驅動程式 依序點擊下一步 完成安裝 安裝完成後 再次檢查裝置管理員 確認看看ESP32是否成功連接 如果沒有 請重新開機 再試一次 狀況二 USB線不支援數據傳輸 有一些廠商為了節省成本 在製作USB轉Microbit的線時 只有製作電源線而已 這樣子 這條USB轉Microbit的線 只有支援充電功能 沒有傳輸數據的功能 這種情況需要更換 支援數據傳輸的USB線 接著 下載我們的主角 MicroPython 因為ESP32的空間有限 無法直接使用普通的Python MicroPython是Python的輕量化版本 針對微控制器的有線硬體資源 進行了高度優化 首先前往MicroPython的官方網站 點擊下載 依序選擇ESP32 ESP32-ROM 下載相應韌體 若使用USB燒錄 請避免選擇 點App並格式 打開Phony 打開後 可以看到Phony IDE的操作畫面 上半部分是程式編輯器 下半部分是互動環境 如果我們要在 微處理器上執行MicroPython的話 要先在ESP32-S的版紙上 燒錄MicroPython的韌體 將ESP32-S開發板接上電腦 選擇主功能表的工具 選項 點選直譯器的標尖 點選ESP32類型 和對應的USB序列附 在右下角選擇安裝或更新韌體 選擇要更新的ESP類型 我們這裡選擇ESP32 在更多選項中 選擇剛下載的MicroPython韌體 點擊安裝開始燒錄 燒錄完成後 則表示成功 可能是開發板故障 或為盜版的板子 最後我們要測試ESP32-S 是否能順利執行程式 每一個程式教學第一步 Hello World 選擇主功能表的解釋 檔案 在MicroPython設備的視窗裡 點選滑鼠右鍵 建立新檔 檔名名稱取為 man.py 接著在程式碼的第一行打上 print 括弧分號 Hello World 括弧 這一行程式代表要在互動環境視窗中 映像Hello World字樣 按下Ctrl-S 儲存檔案 點擊執行目前腳本 即可在下方的互動環境視窗中 看到Hello World的輸出 以上就是Fony的下載與安裝教學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幫我們按讚並訂閱 讓我們有更多動力製作下一集 第三集 masses 仔麻 Profess 直接完成